OK,我们来开始这一期的泡面 这次我们用的是泡椒牛肉面 然后瓶子用的是茶派 茶派 这个用的是西柚茉莉花茶 满满的西柚味道 茉莉花味道说实话没味道茶 OK,开始泡面 我们的泡面做好了 茶派 泡面 先试一下口味 闻上去有很重的西柚的味道 然后因为刚才我在煮西柚水的时候 这个西柚茶的时候 哇,那个味道好重 然后试一下汤 这款饮料煮出来的汤不是特别甜 还是西柚味比较重 我基本上没吃到茉莉花的味道 我来试一下面 嗯,面里也进了茉莉花的味 不,那个西柚的味道了 牛肉链 有一点点酸酸的 因为西柚有一点酸嘛 然后这个面和汤都稍微有一点点酸 它不是特别严重 毕竟本身就是买的西柚也没那么酸 然后 面的颜色的话 基本上还是这种 嗯,泛白泛白的颜色 因为这个茶的话就 因为西柚本身是红色 但是它这个茶有点偏黄白色 嗯,面的口感总体还是不错的 还可以 然后里面的蛋花 味道也基本没怎么变 嗯,但是已经不辣了 已经吃不到那个泡椒的辣的味道 嗯,酸酸甜甜 有一种淡淡的甜味 酸酸甜甜的 整体上口感比较好吃 我想如果是煮的话 可能口感会更好吧 因为这样的话 那个味道会更加的进入面里 和进入汤里 所以这款西柚泡面 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的 挺好吃 但是还是那句话 肠胃不好的尽量不要尝试 万一拉肚子 OK